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诚意爆红之后,终于接现代戏,看清女主人选,比袁冰岩漂亮多了 大家都知道,诚意绝对是今年爆红的小生之一,虽然人气上比不过那些顶流小生 但是在今年这种不景气的情况下,诚意能有现在的热度和人气,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至少让诚意有了名字,在此之前,诚意是谁,估计很多人都不清楚吧? 虽然如今琉璃已经播完了,但是感觉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从剧情当中走出来 但是人家两个演员,可是早早的就撇清关系了,不得不说,这样的售后还是非常少见的 很多人都觉得,诚意的长相比较适合演古装剧,穿现代装的话,有些吐气 还别说,诚意出道多年,出演的大部分电视剧类型,都是古装剧,不管是打酱油时期,还是现在,都一直在演古装剧 可见诚意也是吃到了古装剧的红利呀 而今天小编要说的是,诚意爆红之后,终于兼现代戏,看清女主人选,比袁冰岩漂亮多了 而且很多人看到女主是景田之后,都表示比袁冰岩漂亮多了 其实袁冰岩的长相在娱乐圈中,真的不算出众,甚至有些记不住脸,没有特别惊艳 大家觉得,景田跟袁冰岩两人,谁更美呢?02袁冰岩是有演技的,她在人物转换,气质方面都拿捏得刚好 论处理日常戏,在人物内心戏人物深度方便还是能处理得非常到位的 有一个场景大概是私奉受伤,在雪地里玄机为她戴帽子那里那一场最具有代表性,她是有演技的 她在人物转换,气质方面都拿捏得刚好 喜欢她,不是因为处玄机,而是两场直播,这个女孩子哭戏是有眼泪,有情绪的,但眼睛的确不怎么红 如果不看原版,可能观众不会入戏,因为配音,眼睛的先天条件和滤镜都摆在那里 然后滤镜一抹,眼睛本来就不怎么红,那就跟不怎么红了 但原版,听她撕心裂肺的喊撕凤,就跟着鼻子酸,心里堵,眼眶湿润,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合配音的 最后,关于她和陈毅是否在一起的问题,以前看花絮的时候能感觉到两个人关系肯定是很好的,甚至有一点点超过朋友的意思 但是经过顶头上司和公司安排 他们早就不具备在一起的条件了,而且陈毅,冰岩也有自己的事业普通人都知道事业的重要性,更何况是演员呢? 《琉璃》很好看,两位主演也演得很好,观众自然会希望现实中也很甜很好,但现实中没那么亲密的关系也好,观众回到剧里继续磕CP完全能接受 《陈千千组》那是非在现实里撕得太难看,影响观众回剧里继续才招人骂的 观众不是无理取闹的无赖,两个演员也不用那么紧张 《陈千千续》